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星期五對話何人時間 是 何人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是 你好 你好 通俄門擾讓了很長時間 由特朗普上任前 一直就已經吵到現在 現在算不算是階段性 這場戲都應該落幕呢 你覺得 有人計算過700多天 差不多兩年 應該落幕了 我覺得也是 吳木勒提出了一個報告 基本上的結論 現在透露出來 就是 總統本日 沒有通俄這件事 沒有向他提出起訴 但是這個調查 一共起訴了幾十人的 都是很多 有部份都是特朗普的身份 前僱員 這些 對於特別檢察官來說 當然 算是有個交代 無論是否涉及總統 總之 這個調查 沒有 完全浪費 白費 白費人的錢 總算有 少少的成果 但是主要的 那個 很多人期待 那個結果 就沒有 有很多人 希望特朗普 有事 現在就沒有 我覺得 跟特朗普當選總統一樣 應該是結束的 我們應該要接受這個結果的 特朗普當選總統 很多人都不接受 我自己都覺得 很不接受 但是這個是按照這個規則 由選民使出來的 那你不接受 都不行的 都應該接受 最多就忍他幾年 這個調查的結論 也是這樣 我們就接受了他 他 不關他事 那本來 以前 美國的傳統的政壇 應該是 大家都應該有這種心態的 但是現在不是 美國就嚴重分裂 民主黨就死捉著不放 要求全民公佈這個報告 看看有沒有一些痛腳 還可以捉到 那麼 特朗普呢 自己本人也都是 一聽見說他沒事 去沙塵了 馬上就放了風聲出來 罵記者 罵傳媒 要這些傳媒 炒這些相關的記者的魷魚 我覺得 民主黨這樣做呢 的確有一點點 輸打贏要 這樣的心態 總之就不放過你 是怎樣都要想辦法 煮死你 現在一字煮不死了 繼續煮 就是這樣 這種心態 我認為對於自覺來說 就並不可取的 至於特朗普 這種這樣的 崖子必報的性格 你拿著眼睛挖我一下 我就 幾大都要報復 這種這樣的心態 完全絕對 不應該自覺者 一個優秀的自覺者 應該是有的 中美兩國 就有一些文化的差異 或者 這件事情 也都是其中之一 中國人的誠意 叫做宰相土女也好 撐住 就是說 自覺的人 無論是皇帝也好 宰相也好 應該有很大的氣糧 就算人家不罪你 你不願意聽的話 他就說了 你都應該是要 容忍他 寬恕他 放過他 甚至如果更好的就是 能夠 接受他 這樣才對的 中國的歷史上有 很多這樣的故事 最著名的 就有一個叫做澤英匯 話說楚莊王 就打勝一仗 於是 大宴群墳和將軍 叫一個 很喜歡的重鐵出來 鐵士出來 向將軍敬走 突然間 一陣大風 就催熄了 那些蠟燭 然後 撐一撐 有一個將軍 就乘機 就 調棄 這個 楚莊王的 鐵士 那這個鐵士 順手 就把他頭上 那個頭盔 那個紅鷹 就 扔了下來 拔了下來 就告訴楚莊王 聽 那叫楚莊王 點燈 找出這個頭盔 上面沒有紅鷹的人 來罰他 那楚莊王 就不接 就說 我們今天很開心 大家把頭盔上面的那些紅鷹 脫下來了 我們再著燈 點燈 來 再喝 這個 那麼 就知道這個將軍 就沒有在那裡受辱 那麼 幾年之後 啊 楚莊王有一次在打仗的時候呢 就被人追到乾淨的頭 啊 啊 於是呢 這個將軍呢 憤不顧身呢 就去救他 那麼救完他 問他為什麼會那麼勇敢呢 啊 他才說出這件事上來 啊 這件事呢 就 啊 成為啊 啊 自覺的那種寬明大量的一個典型 那麼這件事就沒有 正史就沒有記載的 在野史上面 還有那些戲曲呢 電影劇也有的了 那麼另外一個正史有記載的呢 就是唐太宗了 唐太宗大家都知道 以立彈 著名的嘛 是吧 那麼有一次 傑貞呢 說他的時候呢 可能魏貞說的東西不多 符合事實的態度又不多好啦 那麼就激到唐太宗又很生氣 那麼就回到後宮的時候呢 還暗暗沉沉說要殺這個魏貞 那麼他的皇后 長孫皇后 聽見 啊 看見他那麼生氣 就問他什麼事 那麼他就說出來 啊 魏貞說的東西實在太離譜了 啊 那麼 那麼長孫皇后一聲不出就走去後宮 就換了一套大禮服出來 啊 跪低就潮河 唐太宗就覺得很奇怪啦 就問他為什麼 那麼他就說 嘿 你有這樣的大臣 有這樣的真臣 啊 這個是我們的啊 啊 福分來的 是 陛下的福分來的 那麼唐太宗聽到 我亦都識不得啊 那麼這兩個故事呢 都是說明了 自覺者應該有很宏大的胸襟 啊 能夠容納不同的意見 即使啊 這些意見是不對的 啊 你都要容納 啊 這樣才是一個自覺的啊 啊 明君 和明神啊 啊 但是特朗普呢 就沒有這些這樣的性格 是不具備這些條件 那麼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 啊 你要求特朗普 沒有這些這樣的扎英啊 啊 接受調和啊 這些這樣的性格呢 這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無論如何啊 啊 因為這件事啊 啊 啊 要追殺記者啊 啊 也要打壞人飯碗 這件事在美國歷史上 我想法都是真的不多見 都是頭一次而已啊 那麼大家知道啊 美國的傳媒呢 跟當權的那個人呢 跟當權者呢 幾乎可以說是天敵地的 是吧 要行使他的第四權 要表示他的存在 於是呢 就當然要上方鐵法 來找你的痛腳了 那麼 到最後 能不能夠真的發傷你呢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傳媒作為他的職責來講呢 那一定是會這樣做的 這個不是說民主黨 或者共和黨的問題 是吧 啊 兩黨 都是這樣的 總之你一進到白宮呢 你就必須要做好心理準備呢 就是要接受傳媒的那種考問 是吧 但是特朗普呢 似乎呢 就不多 啊 接受這種這樣的東西的 是吧 總不知誰得罪我呢 哪個呢 我就一定要報復 搞到他啊 啊 好不見為止 這樣 這種叫做挨自必報 啊 這種性格呢 對自覺呢 我認為是實在 啊 不是好 啊 不是可以 不是我們可以很欣賞的東西來的 那麼 到了現在 我自己個人呢 啊 對這樣的 調查報告呢 的結論呢 我是完全沒有意見的 反正你說有 你去告他 是吧 告得入 你就贏了 你告不入 也輸 那麼現在你說沒有這件事 那麼我亦都信你 是吧 因為畢竟 你是代表 這個 中立的一方 第三方 來做這個調查的 那麼你說沒有 那麼我們就信了 是吧 我覺得 這種這樣的心態 似乎呢 對 對目前美國那麼分裂的社會狀態來說呢 啊 就比較正面一點的 但是現在美國的情況好像似乎呢 又真是比較難做到的 但是我們看看啦 我相信呢 就足之 特朗普在這件事上面 沒事的機會呢 多些的 嗯 好 我們休息 待會兒